OK,那么把这个配置做完之后,下面你要看一下,我们最终,我们在这里面搜索,你输一个关键字,我是不是要搜索商品表里面的数据,对吧? 那么搜索,你既然是搜索商品表里面的数据,那么你就需要让这个搜索引擎,那么根据你表里面的某些字段,帮你去建立这些索引的数据。 只有建立这些索引的数据之后,你才能借助搜索引擎,帮你去搜索对应的数据。 所以下一步,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索引文件的生成,那么这个索引文件的生成,我们最终是要根据我们这个GOOS,根据我们这个类,GOOS,SQ,这个类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,生成索引的数据。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?首先,你需要去新建一个类,新建这个类,它对应的一个索引类,那么建在哪? 首先在你的应用下方,在你这个模型类所在的应用下方,新建一个文件。 那么这个文件呢,它就叫做,名字是固定的啊,叫做search,search啊,下方线,indexes啊,名字是固定的,然后在这个里面去定义,所引类啊,定义,所引类。 OK啊,那么这个所引类怎么定义啊,其实呢在这边我们已经给大家定义好了,你在这边,首先定义一个所引类的时候,这个所引类的格式就是这样的啊,然后呢把它拿过来,拿过来之后,首先啊,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,在这里面你要做的有哪些? 在这个地方啊,在这个地方啊,在这个地方去导入你的模型类啊,导入你的模型类,那么我们的模型类是谁呢?我们要搜索啊,这个类对呢,表里面的数据,所以呢,我在这边,我需要把这个类呢,给它导入过来啊,就在这边,找到这个search index,在这边,哎,把它导入过来,直接是from我们的goose,点models啊,impoint我们的goose,对吧? sq这个模型类,好,导完之后呢,下面你要定义的这个类,它就是这个模型类所对应的一个所引类啊,那么这个所引类的类名呢,你其实你可以随便写,但是我们一般是这样,这种格式啊,所引类名的格式啊,所引类名,格式,它的格式呢,就是我们这样的啊,注意,首先是模型类名,模型类名啊,然后呢再加上这个index啊, 这是一般的一个格式,所以呢,在这边呢,我们把它改一下,改成这个goosesq啊,goosesq啊,goose,然后呢,写上一个sq,好,这是我们的这个,所引类的类名,然后呢,像这里面,这个地方呢,你不需要变,然后呢,还有哪个地方要变呢,该的model这个方法,你要返回的是,返回你的模型类啊,返回你的模型类啊, 其实呢,在这里面就是直接返回我们的goosesq啊,把它进行返回,然后呢,这里面现在我们这个所引类就建完了啊,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,所引类里面,哎,每一个地方的作用啊,那么首先,在这个地方呢,你注意啊,那么里面呢,有一个text啊,这个text啊,就是所引类里面的,所引字段啊,在这所引字段这边呢, 有一个document等于true,说明它是一个所引的字段,然后呢,哎,我们去建立这个类对呢,表里面的,哎,数据的一些所引信息的时候,这里面有一个use template啊,use template说明什么啊,就是use template啊,use template啊,use template啊,他指定根据表中的表中的哪些字段啊,哪些字段,那么, 那么,建立,建立啊,所引文件啊,哎,你是要,你建立所引的时候,你是要根据,你是要根据这个商品的名称,或者是商品的标题,帮你呢,去进行这个,关键词的分析,帮助你呢,去建立这个,所引的数据啊,你需要呢,进行一个指定,指定根据哪些字段,建立所引文件,然后这个,use template啊,说明什么呢,use template啊,他说明,你到底根据哪些字段,建立所引文件,这些,怎么办呢, 什么去说明呢,我们要把这些说明呢,放在一个文件中啊,就是把,哎,说明,放在一个,放在啊,哎,放在,哎,一个,文件中啊,放在一个文件中啊,这是use template等于 true它的一个作用啊,就是指定,哎,他指定,根据表中的哪些字段,建立所有文件,会,他的一个说明呢,会放在一个,文件中啊,文件中,哎,这是use template等于 true的一个作用啊,然后再往下,你看到这个dfgetmodel,他呢,其实呢, 就是返回你的模型链啊,然后再下面呢,还有一个方法,这个方法呢,就是,建立啊,建立,所引的,数据啊,建立所引的数据,你就是,对哪些数据建立所引呢,这个方法给你返回的是什么内容,最终就会对哪些内容呢,建立这个,所引,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类啊,这个类,里面写的是这样的,self点,getmodel,对吧,getmodel是不是这个,返回的就是他,你这个类名点, 他是不是查询出这个表里面所有数据,对吧,最终在建立这个,所引数据的时候呢,你这个返回只是返回的是什么数据,我就对哪些数据呢,建立这个,所引,你返回的是所有,对吧,所以呢,我们是对这个类对应表里面所有数据呢,建立这个,所引啊,建立这个,所引,OK,这是这个方法,它的一个作用啊, 那么其实呢,这里面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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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需要知道怎么去用啊,三个地方,一个呢,是导入你的模型类,对吧,另外一个呢,是这个,所引类名的一个,格式,模型类名,加上一个,index啊,然后再往下,这个getmodel方法里面呢,返回你的,模型类,好,下面这些呢,其实呢,你是不需要去,动的啊,不需要动的,好,这是我们的所引类啊,它的一个建立, 然后建立完之后,那么刚刚呢,我们给大家说,use template等于 true,哎,它呢,说明,指定根据表中的哪些,字段建立,所以,它的一个说明呢,哎,会放在一个,文件里面,那么现在呢,我们就要需要呢,去把这个文件呢,给它,建出来啊,那么这个文件到底建在哪啊,注意它的,格式也是固定的啊,这个文件应该建在我们的,time place下方,在time place下方, 新建一个,目录,那么这个目录呢,叫做,search啊,这个目录是固定的啊,然后呢,在search目录下方,再新建一个目录,这个目录呢,叫做,indexed啊,这个目录也是固定啊,这几个目录,你注意啊,我下面说的目录都是固定的啊,然后,在我们的index下方呢,你还要建一个目录啊,那么这个目录呢,它到底叫什么名字,你的,模型类所在的这个,应用叫什么名字,它就叫什么名字, 那我们的,goose sq,它在的模型类是我们的goose啊,所以你这边应该写一个,goose啊,ok,然后,在它的下方,新建一个文件,在文件里面说明,根据哪些字段的数据建立,所以啊,在这里面,那么这个文件,它的格式,它有一定的格式啊,什么格式,首先,我们要根据这个模型类,它里面的某些字段呢,建立这个所有的数据,所以前面啊,这个文件的名字, 名字应该是模型类名小写啊,模型类名小写啊,我们叫做goose sq,所以你这边就是goose sq,好,把这个确定完之后,后面的格式是固定的啊,它就叫做text,text.text啊,ok,看一下这个文件的格式啊,前面是模型类名小写,下画线text.text啊,注意你不要写错了啊,你不要写成这个text啊,它叫做text啊,好,那么这就是这个, 数据的一个,这就是这个文件啊,它的一个格式,好,格式之后呢,你在这边你就可以呢,哎,指定,就可以在这边啊,指定,哎,根据表中的那些,字段,建立,所以,数据啊,那么这个其实呢,你要指定,比如说啊,我们搜索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呢,我们想,这样建立,所以,我搜索的关键字呢, 是在这个商品的名字,或者商品的这个,哎,简介里面,还有的话,那我就把它搜索出来,那么在这里面,你要指定啊,根据这个商品的,名字呢,帮你建立这个索引数据,那么,首先怎么,怎么去写啊,两个花括号,结尾,两个花括号,两个花括号,开头,哎,结尾,中间写啊,写上什么呢,前面写上这个,object啊, object点什么,你要根据这个名字,对吧,那么,商品这个模型类,它的名字呢,叫做,内蒙啊,所以你在这边写的就是,点,内蒙啊,这里面就是告诉你,哎,根据,商品的,名称,建立,所以啊,这个前面object是固定的啊,点内蒙,点那个模型类的属性,好,比如说我现在,我还想根据这个商品的,简介,建立,所以,那么就是object点, 简介的属性就是这个,DNC,所以你在这边你要写的就是DSC,好,这个呢,就是,根据,商品的,简介啊,简介,建立,所以,OK,那你比如说,我在去搜索数据的时候呢,我还想,去搜索的时候,只要我这个商品的,详情里面包含一些,包含一个关键字的话,哎,只要我去,在这里面点击搜索的时候, 我商品搜索里面,商品的详情,它包含我搜索的关键字的话,我也要把这个商品给它列出来啊,那么怎么做呢,我们在这里面你就还要去指定啊,还要去指定,哎,根据,商品的,详情,建立,所以,那么这个话,所以啊,那么这个怎么写呢,其实也是一样的啊,两个, 话括号,object,object,点谁呢,点我们这个模型类的,属性名,那你注意,模型类属性名里面,故事,sq里面,有没有这个,有没有这个详情,没有,对吧,没有,没有,没有的话,但是它有一个点故事,对吧,你点故事,是不是就这个sq,在sq里面,是不是有个简介,叫做detail, 所以你在这边,你怎么写啊,就是object,点我们的,故事,然后呢,去点这个,detail啊,detail,然后呢,包含号啊,这里面就是我们最多,建立索引的时候,我们指定了三个字,三个字段啊,你根据这个名字,建立索引,然后呢,根据简介,再根据这个,详情啊,你可以指定,根据多个字段的内容,建立索引啊,OK,这里面呢,就是我们这个索引文件,那么,有了这个索引文件之后,下面呢,你就可以呢,去生成这个,哎, 索引数据了啊,怎么做,那么,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,进入你的项目啊,进入我们的项目,进入我的项目啊,CD进入我的desktop,然后呢,CD这个,dj,然后CD我们的bj18啊,我的,哎,CD点点bj18,好,CD,哎,dailyfresh啊,这是我们的项目,然后呢,在这里面,通过它,去建立这个,索引文件啊,怎么做,pathon,managerpy的, rebuild啊,index啊,rebuild的index,这个命令,帮你呢,去建立这个索引的数据啊,然后写完之后,回车,好,这里面首先为你确不确定啊,你直接呢,点击, 确定啊,OK,最终呢,会给你出这样一个信息,对吧,indexing 29个商品啊,那么,其实呢,在我们表里面,一共就有29个商品, 他这里面说明呢,就是,我们已经对这个29个商品呢,建立他的,建立了他的一个索引文件啊,那么这个索引文件在哪呢,你看到啊, 我们刚刚说,一开始在setting里面,是不是指定了一个他,然后你现在,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目录下方啊, 已经给你建好了一个文件夹,对吧,文件夹里面呢,就是他的这些索引的数据啊,那么这个索引数据呢, 其实已经有了啊,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第二大步啊,索引文件的一个生成, 那么他的步骤呢,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,在你的应用下方,新建一个search下方线indexpy的一个文件啊, 这个文件的名是固定的,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呢,你需要定一个商品的索引类啊,定一个商品的索引类啊, 然后定完商品索引类之后呢,在商品索引类里面,我们刚刚呢,说了一个内容, 那么这个内容呢,就是use template的,他呢,加上这个参入之后,说明, 根据哪些表的哪些字段,建立所有文件,哎,这些指定呢,是放在一个文件里面指定的啊, 所以呢,哎,你需要呢,去新建一个文件,那么这个文件在哪件呢, 首先,在我们的template下方,新建这么几层目录啊,search固定的,index固定的啊, 然后斜杠后面这个目录,你的商品呢,那个应用叫什么名字,这个,这个目录呢,就叫什么名字啊, 然后建完之后,在下方呢,新建一个,以这个下化线,text.text结尾的文件, 前面这一部分叫什么名字啊,它的格式,你的商品模型类的, 类名叫什么名字啊,它就叫什么名字啊,只不过呢,是转化为一个小写,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,你就可以呢,指定,根据哪些字段呢, 去建立这个,索引的数据啊,哎,前面这个,就是object,这是固定的啊, 然后点,根据上面的名字,就是点内幕,根据简介呢,就是, dsc,那么根据详情,就是先点故事,再点这个, detail啊,detail,好,把这些东西都做完之后, 下面呢,你就可以使,使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命令呢, 帮你建立这个,索引的文件啊,OK,哎,这是它啊, 这是这一部分,哎,这是索引文件的生成,